你好 我是1980年属猴 请问我身上有没有灵性 你是什么 1980年属猴 你想问什么 请问我身上有没有灵性 1980年属猴 有啊 有一个年纪大的女的 老妈妈 是我婆婆吗 你婆婆已经走了吗 我就告诉你样子好吗 你说说像不像你婆婆啊 脸大大的圆圆的 脸啊 你看眼睛啊 是双眼皮大大的 我告诉你嘴巴有点翘 明白了吗 她跟你不是太好 因为你在你家里的时候 你老跟她闹意见 她为了她的儿子老跟你吵架 你自己呢 要懂点事情 现在她找你麻烦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她让你现在有点忧郁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现在比较忧郁 你别看你头发染染 眉毛画画 但是你很忧郁 听得懂吗 要放下 一定要放下 多念心经 明白了吗 因为台长刚刚看你图腾 你 你的婚姻非常麻烦 你的感情运 要好好地当心 不当心的话 你会 两次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了啊 她不想讲 李太长 我想问我背部的肿瘤 师傅需要开刀 什么 我背部的肿瘤 你背部是吧 你数什么再讲一遍 几几年啊 1980年数后 偏左面的 背部啊 偏左面的这个肿瘤在 蛮大的 对 你相信不相信台长 相信 你相信台长 台长可能会让你免去一刀 好 感恩 但是 你一定要好好地念 一个男的 中年男子 肯定年纪轻的时候 你还没结婚之前 他就很喜欢你的 或者是你的老师 或者是你的谁 我不知道 中年男子 就在你的背后的肿瘤 这个地方 是他搞你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 这个男的过去 很喜欢你 想一想 没有关系 给他念经吧 我可以告诉你 你只要许愿 给他念六百张小房子 我可以叫他到你的梦里来看你了 所以啊 情要 不要 情 感情 不要洒得太远 不要洒得太多 会害我们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现在这个事情只有你知我知了 大姑娘 好好给他念经 也是 了表我们的心意 对亡人的一种 哀思和寄托 就是靠着小房子 给他超度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就六百张小房子 你慢慢的念 然后呢 他会慢慢的念到差不多的时候 他会离开 离开的时候呢 你一边要用点药 一边呢 要离开 然后呢 还要自己泡脚 泡脚是增强你的免疫系统 然后 泡脚的下面呢 就是水里边放点黄酒 然后每天的让你这么 血液循环通畅 你听台长的话 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可以吃些六神丸 或者那个叫 那个叫 牛黄解图丸 你慢慢会小下去的 最主要是你许个愿 我一定要超度他 好吗 这个男的在你背后 不断的跟你考 不断让你长了一个瘤 还让你的腰很不好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呢 太男人一样了 看见很多男孩子 你像男孩子一样 无所谓的 帮人家买东西啊 花钱啊 你想想看 人家怎么不喜欢你啊 现在男的都小气 一看有的女的花钱买了 哎呦 真好 真可爱 少可爱一点啦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想问一下我的先生身上有没有灵性 你的谁啊 先生 几几年啊 1976年属龙 你的先生怀财不欲 听得懂吗 有才华 没有好的工作 没有好的地方让他发挥 听得懂吗 发不出来 在家里面被你压着 在单位里面被老板压着 他自己做生意 也被你压着 因为他做生意 你收钱 对 听得懂吗 这样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我刚刚看他了 身上很多的小灵性 你要叫他念往生咒 明白了吗 明白 念往生咒就可以了 好吧 感恩 台长